我们讲完了当代不同的圣经观之后呢 我们说有一些的事情要提醒信仰纯正的教会 不让一些义风来伤害我们的信仰的纯正 第六点是文本就是经文 和他的上下文他的处境之间的辩证式关系 不容我们随意地去夸大 不错了解一段经文text一段文本的争议 不能缺少对上下文还有历史文化背景的认识 但是我们要谨慎 不要好像世界基督教教学WCC的神学教育基金会 一位亚洲的神学教育家这样说 他说context的促进就是穷人被剥削的一个社会事实 这样子呢 促进化的意思就是说 假如你不认识到穷人被剥削呢 你就没有办法明白圣经的 这种是一种马克思型的认识论 这个是知识论里面的一种的世俗化 今天我们华人的解经法有没有这种的嫌疑呢 对于上下文context的过分重视 也可以鉴于你也能带领查经这本书 这本书在1960年代70年代 是校园查经小组的训练材料的必读的一本书 受过回答是查经训练的 我们都会背诵这三个步骤 就是观察 解释 和应用 到了1994年 95年的时候 当我再一次买那本书的时候 我大致已经因为解释 就是第二个步骤这一段 已经在新的版本完全重写了 旧的版本是这样说的 当你做完观察之后呢 就要好好的认出一段经文重要的字眼 特别是重复使用的字眼 然后把这些的词汇列出来 看看有没有先后的次序啊 有没有思路的渐进啊 有没有对照啊 比较啊 等等 新的版本呢 就要求读者查阅参考书 去找出历史文化语言背景的资料 这本书的出版社是IVP 是英国美国著名的福音派的出版社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IVP已经不再认为 仔细的辨认经文的字眼 或是查经这个整个程序 不可划却的一步呢 是吗 还是说IVP已经不再相信当今的大学生 有这种分析的阅读的能力 或者是IVP的编辑的同工 深受了圣经批判的新潮流影响 认为经文的意义只能够从它的文化背景来获取 经文的字意也不能从字句里直接获得呢 我自己的猜想是最后的那个可能的 刚才已经说过 读经的艺术这本书的作者认为 经文的原意主要不在于命题 不在于真理或者教义 乃在于读者 讲者作者在当时的处境里面 读者所领受到的原意 这种的观念推理下去 是不是让教会不再相信 圣经的每一段都有它永恒 不变的教义或者教导呢 所以当我们去研究圣经的上下文 跟促经的时候 不可以取代圣经本身的权威道 第七个提醒 我们要重新的强调真理的正确性 我的意思是说 重新强调真理 圣经是真的 这个观念是正确的 还是可以用的 Kevin Van Hooser是当代的一个 非常接触的福音派的神学家 任教于美国芝加哥三一神学院 但是他反对用圣经无误 无误这个词 因为没有涉及到 真理图画的其他的部分 就是说真理除了是真的以外 也要从图画图像这个角度来理解 Ven Hooser 范陶沙 他的大作最近出版了 今年是2008年 他的书刚刚出版 我的意思是说 他的中文翻译版刚刚出版 有意地与后现代人对话 把真理这个观念的扩大 以至包含了语言和自己 和他人复杂的关系 他这种的观念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假如要更改传统对真理的定义 去迎合当代人的口味呢 所付出的代价可能太昂贵了 不错 圣经不仅仅是向人的理性说话 是真理 圣经里面的故事 叙述 诗歌 诗词 预言等等 都有对人心说话的权威和能力 我们可以说 圣经是神亲自所说的话 对于真理认知这方面 它是绝对正确无谬无误的 在于道德正义意志方面 圣经所小于的是最高最圣洁 最绝对的公义 关于容美感性美感这方面 圣经是具有最纯洁的华美和荣耀 而这个美是来自那绝对圣洁的上帝自己 真理无误是上帝和他的话的俗性 圣经是无误的 也是圣洁的 绝对圣洁公义荣耀的书 在这方面我们不但要高举 而且甚至要更多的强调 所以我们读过的 威敏斯德信仰告白第一章第五条 讲到圣经熟天的题材 教育的有效 大能 文笔的宏伟 不同部分的整合 整体的范围 将荣耀归于神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卓越的强处 所以我们不必要把历代惯用的真理 这个观念去更改 去扩大它 包含美感等等 这样会造成混乱的思维 对研究圣经本身所用的词汇 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范浩沙代表当代大多数的哲学家跟神学家 为了与后现代文化对话 必须采取了后现代的语言的词汇 我在这里提出很严重的质疑 是否所有的世俗的词汇都可以完全照搬过来来使用呢 圣经对某些的特定的词汇有圣灵漠视的用法和定义 我们可以补予理睬吗 与世俗文化对话的时候 是否应该用爱心敬虔的态度 向非信徒谦卑的去挑战 把正确的真理这个观念 语言的观念 本文文本的观念等等 显示给当代的学者和神学家呢 上帝的俗性有多方面的 圣经的荣耀 它的荣美也是多方面的 圣经的无物就在于它是绝对不变 圣经论不仅仅设计的无物 就是圣经无物并不是我们圣经观的全部 还有其他方面的 我们说过圣经是必须的 圣经也是使徒的 圣经是无谬无物的 圣经是清楚的 圣经是权威的 圣经是足够的 所以我们强调圣经无物 这个不是我们的圣经观 圣经论的全部 每一方面都需要被教会重新的高举 重提 让圣主认识神的话 爱慕神的话 尊敬神的话 遵守顺服神的话 宣扬神的话 上面这些的提醒指出 圣经无物这个含义 在文明危机的今天 西方文明的危机的今天 命题 真理 圣经教导式的语言 圣经一贯性等等 这些都不容我们忽视的 神学教育需要重新的强调 这几方面的教导 以训练出有真理的信念的传导人 我这样说并没有意思要贬低 美感 诗歌 祷告 一些神秘 那个角度的一些圣经的强处 一些的卓越 只不过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因为圣经有其他的非理性 或者是非真理教导的文体 而妥协掉我们对圣经无物的信念 好 现在我们就进入到圣灵对圣经的见证 我们讲过的 我们对圣经无谬这个信念 是因为圣灵与圣经一同做见证 圣灵在圣经里面做见证 我们来看圣经的外在见证 然后我们看圣灵与圣经内在的见证 我们在这里不再重复 威敏斯德先生告白所讲过的 关于圣经外在的优美处 包括我们也都很知道的 语言的应验 考古学的发现等等 现在我们也来看 我们有确据相信圣经的权威 是因为圣灵的见证 一方面是外在的能看见的 这里我列出八点 告诉我们 这本六十六卷的圣经 我们基督徒是有六十六卷的圣经 我们不是新悦家诗篇真言 二十七加二卷的基督徒 我们更不是手上只有三十九卷的犹太教徒 我们是基督徒手上有六十六卷的 这个六十六卷的圣经 这个现象告诉我们下面八方面 第一 旧约与旧约互相做见证 第二 旧约向耶稣基督做见证 旧约与旧约建筑是后面的 重复前面的 见证前面的 前面也有预言后面的 第二 旧约对耶稣基督做见证 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第四十四到四十七节 还有前面第二十四章的 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都说过旧约是讲他的 第三 旧约对新约的见证 旧约圣经对新约圣经的见证 第四 耶稣基督对旧约圣经的见证 他的教导 还有他面对魔鬼试探 所引用的旧约圣经 都说明他见证 耶稣基督见证旧约是神的话 第五 新约圣经的见证人 也就是说新约圣经的作者 是耶稣基督差遣的 他们是使徒们 第六 新约圣经对旧约做见证 新约圣经引用很多旧约的经文 新约圣经宣告旧约的预言 应验了 第七 新约不用说了 很明显的对耶稣基督做见证 这个是新约圣经最主要的目的 向耶稣基督 祂的死复活做见证 第八 新约对新约的见证 也就是说使徒彼此之间的见证 比方说彼得向保罗的见证 记载在彼得后书 第三章十六节等等 那圣经这些的先先后后的彼此见证 都是在圣灵的掌管之下 由此看来 耶稣基督对旧约圣经的见证 耶稣基督对旧约圣经的信服 乃是圣经的外在见证的制要部分 但是它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 刚才列出有八点 耶稣基督对旧约的见证很重要 这个也是史托特等等 英国神学家常常指出的非常好 但是这个不是全部 福音派就是纯正信仰的基督徒 在诉诸基督的见证 来建立圣经的权威的时候 不要犯一个错误 就是唯独基督主义 还有其他的见证 圣经是先后做见证的 好 再来我们下面看 圣灵对圣经的内在的见证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圣灵默示人写圣经 包括人的出身 境遇 他的风格 他的性格等等 这个第一点 圣灵默示人写圣经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的第一步 第二 圣灵保存 保守了圣经的翻译 第三 圣灵保守圣经的抄写 在抄写 在翻译的过程中 圣灵是在做保守的工作的 因为万字都互相效力 就是说我们基督徒 在研究圣经的抄写 我们在研究圣经的翻译 下面我们会讲到 我们研究圣经的正点的时候 我们不要犯一个错误 我们不要无意中 就认为好像上帝 上帝从天上看下来 人在抄写圣经 人在翻译圣经 上帝就大吃一惊 怎么办呢 那我所默设的圣经 给人扭曲了 不是这样子的 上帝保守着 圣经的抄写和翻译 我举一个例子 在巴克的课堂上 他引用 他指出的 他说 今天我们手上 就是说在一般欧美的 博物馆 图书馆里面 你大概可以找到 两千多份的新月圣经 或者一些的禅片 若有一项的教义 假如有一项的教义 是只有一段经文 才说到的 比方说 有些的教义 是很多段经文 都讲过的 因信称义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赎罪基 圣灵 感动我们 我们必须体贴圣灵 顺服圣灵 这些圣经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有多段的经文教导 但是有一些的经训 一些教训 是只有一届圣经提到的 假如那届圣经 含有了一项的教义 只有那里才有的话 很奇妙的 那届圣经 所有的操本之间 是没有差异 没有分歧的 神知道 我们就是历代的信徒 两千年来的教会 是需要一本圣经 来建立我们的信仰 所以上帝没有 让一些的信念 一些的教义 因为操写的缘故 而变成矛盾 不清楚的 继续下来第三点 圣灵带领教会 分辨承认圣经 是神的话 那这一点在下面 我们就详细的去讲 不过我们先在这里 提出我们所相信的 一个前提 不是假设 而是真的 圣灵带领 圣灵掌管教会 分辨出圣经是神的话 承认圣经是神的话 因此教会是 以神的话 这样子来领受圣经的 第四 圣经有圣灵外在的见证 但是不是每个人读圣经 都被上帝的话改变 所以人需要圣灵光照人 圣灵与人的灵作见证 人才能够认识真理 被圣灵光照 扎心 认识真理 信靠耶稣基督 认罪 我会改到 再来 圣灵默示 圣灵保守抄写 圣灵保守翻译 圣灵保守带领教会 分辨这66卷是神的话 然后圣灵在个别的 每一个人的心中光照 这个也是祂的见证 内在的见证 就是说圣灵在人心里面 这个里面做见证 叫人降服下来 认识真理 信靠基督 认罪悔改 第五 圣灵在蒙护照 就是基督徒的心中 与圣经同做见证 我们可以说 圣灵光照基督徒 圣灵重生这些人 教他们信服 圣经得到救恩的智慧 第六 圣经的权威 并不建立在 圣灵的光照 圣灵的内在的见证 那这个是新正统的看法 什么意思呢 圣经的权威是因为 什么 因为神是圣经的作者 因为圣灵的见证 而不是因为圣灵光照了我们 让我们突然之间感觉到 来电了 所以呢 我们就相信 圣经是神的话的 再来一次 神是不是在人心中动工的 是的 但是圣灵光照人 好叫人认清这本是神的话 这个光照不是建立圣经的权威的根据 圣经的权威是建立在 神是圣经的作者 然后圣灵与圣经同做见证 不是圣灵在人心里面的见证 圣灵在人心里面有做见证 好 我们讲了神的话 我再说一次 神的话 就是神亲自说话 你记得这个三角形吗 神的三角形的上面 神本身就是掌管一切 掌管宇宙的 这个叫控制的角度 神理所当然有这个权柄 掌管一切 所以祂的话是以宇宙的主宰 小玉这个身份来说出的 好 这个三角形的左边 是权威的角度 上帝说的话 理所当然就要做我们信仰 生活最高的权威 圣经是那位立约守约的神 约里面的律法 祂所颁布的律法 要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 是神的旨意 第三 圣经有神亲自的同在 神的话语包含了同在这个层面 所以神的话与神一样 有着三方面的权柄 祂主宰一切的权柄 祂颁布真理准则的权柄 还有祂与人同在 甚至乎进到人心里面 在人心里面为祂的话做见证 圣经 神的话是领导我们的权威 领导我们的权威 和高高在上掌管一切的权威 是同一个权威 不过不同的层面 既然是这样子 什么叫做认识神 什么叫做解释圣经 什么叫做神学的知识呢 就是在这个立约守约的神 掌管一切的神 颁布律法的神 在我们心中动工的神 在祂面前降服下来 说我也做一个立约守约的人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 解释圣经和应用圣经 是同一把式 应用圣经的意思 就是让神这个立约守约的权威 不管是掌管一切的权威 颁布律法的权威 在我们心中的权威 让神的这个三方面的权威 发挥出来 来得到我们的生命 来管理我们的生命 跟教会的施工 那这个就是应用圣经了 所以我们说解释圣经和应用圣经 是同一回事 话说回来 我们高举神的话 高举神的话语的权柄 同时在应用的时候 也要观察我们周围的处境 我想传道人跟教会领袖 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偏差 一种是过分地看我们的周围的处境 也就是说使用了世俗的 学俗的模式观念 来看人来看社会 结果是被 不单是被这个处境带走了 而且被一些 如何观察分析处境的理论带走了 另外一方面 有很多爱主敬虔的传达人跟领袖 没有机会或者没有想过 要好好地去研究圣经原来的处境 今天人 今天社会的处境 因此古旧的福音 它这个力量 在当代的力量 不是完全地发挥出来 让人被神的真理 的能力得着降伏下来 所以认识圣经 解释圣经 同时也要认识人 解读人 解读社会 不过这个解读社会文化的标准来自圣经 这个解读文化 如何做这件事情 那个智慧 不能够光是看 社会学怎么看 文化人类学怎么看 历史怎么看 最近的流行的服装 音乐 艺术 还怎么一码事 这个是我们常识 但是我们如何去分析当代的文化 也需要有从圣经 从真理来的一些的智慧 一些的架构 观念的架构 愿神帮助我们 不在其中一面 不在两面都有所偏差 好叫带领教会 进入到成熟的道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